這裏是香港電臺 《民間故事》 《施工案之二》 《黃天霸下山》第3回 是由何楚雲編導 蘇婷之編劇 劇中人 由陳炳球飾演于六 莫家驅飾演于七 顔國良飾演方君思 歐聰飾演施工 張炳強飾演賀天堡 李學斌飾演黃天霸 王兆強飾演黃棟 洪德成飾演芽差 《施工案之二》 《黃天霸下山》第3回 現在開始 在林先至早 CD Bulgaria айн霸 ב 站進 arbitrarily bloque 洪德成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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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移开 即是三门为二气朋友移开 大人 如今首宰的头目出来了 等在下去讲明来意 好 你就拿着本官预祖写好的信去 是 大人 流罗上山全部 一上一落要半个时辰 大人都是过那边树荫休息一下 在下跟他们讲得 一起小心 是 王英雄 不必礼众 今天本官是专习来罪咎的 天霸言帝 用什么摆酒那么客气 难得今天司大人大驾光临 我王天霸实在光荣之至 什么说话呢 你我以前虽然是奔主 你一向忠心为本官 本官代理地 也有如朋友一样 今天来探你 也是本官多年的心愿 司大人真是太客气了 其实我王天霸何德何能 大人这样相待呢 对了 听说大人高升为仓祥总督 还做了阴差大人 代表皇上到山东放阵 大人真是喜事重重 来 等在下敬大人一杯 好 好 多谢你的好意 来 一起饮胜他 好 饮胜他 好了 王英雄 方才你说喜事重重 但是本官就不觉得很开心 哦 难道大人还记住 昨天投黑店的事 哦 不是 那件事 已经由你们替本官办妥了 哎 本官觉得不安乐 是怕有负圣上重拓 不能复子述职 哦 这么说话 难道大人认为方针有困难呢 没错 王英雄说得对 本官就是因为方针有困难 那不知道是什么困难呢 大人可不可以说给在下听 是这样的 天霸言帝 相信你也听过大牙山上的大王与家兄弟的名字呢 听过大牙山上有余六余七两兄弟 由于他们武艺高强 还智勇相传 所以能够独霸山东一带到处抢粮 我都听过 这次大人放阵 大牙山上的人一定知道 大人就是怕他们会来抢阵粮 如果阵粮被劫 那大人不仅仅不能复子 最不幸的都是山东的千万灾民 没错 所以本官特别到来 请黄英雄帮忙发放阵粮 大人 这件事 我认为不需要一定要我出来做 大人手下有这么多本领高强之人 就算大人的朋友 也都可以替大人效力 还有一件事 什么呢 小人希望大人 以后不要再叫我做英雄 叫我天霸了 好了 这件事 我们已经商量过 黄天霸的威名 大家都知道 财人都怕你七分 而你身本领 应该出来为大家出点力 做点大事才是 施大人 你我以前一场奔主 我不怕坦白跟你说 如今我黄天霸 已经惯了大碗酒 有大块肉 大秤分金银的日子 下山做官的事 请大人不要再提了 天霸 你又何必这么说呢 方才我们来的时候 你都很开心 本来大家就说得很好 这次大人一心想来请你帮忙 你怎么可以 天宝哥 你还是不要再劝我了 枉费你和我做了这么多年兄弟 小弟的心意 我黄天霸的为人 为什么你到如今还不清楚 但是今天大人有事 想你帮忙的 大人对我们好 我知道 不过我也不是个不忠于主的人 当年为了保护大人 我逼死了小四霸天 何天球和朴天雕两个结拜兄弟 这件事你不记得了吗 这件事我记得 为了这件事 大人和我都觉得很难过 那你知不知道江湖上的朋友 怎么说我 他们说我为了升官 不惜害死自己结拜兄弟 你叫我黄天霸 还有何颜面出来见人 我内心的痛苦 你都不清楚 大人 当日那件事发生之后 我为了表明自己逼死那两位兄弟 是为了正义 而不是想升官 所以才离开大人 所以你就来我虎山飞鸿高 重新做些劫妇制贫的事 是吗 是 其实今次大人 你带来这一树 我很开心 不过大人叫在下下山 那在下实在办不到 天霸 那你要本官怎么做才肯下山为公家做事 你说 你有什么要求 如果我能力承认得到 我一定承认得到 没有 你说 我一点要求都没有 当日你两个兄弟为我而死 我才有今天的显规 我才有今天的显规 为了补偿他们的损失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答应 就算是牺牲性命 我都是甘心的 那好吧 师弟 你的心意我很明白 如今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希望你不要再提这件事 为了大衙山那帮强盗 我怎么可以不提 好了 闲话不必再讲 这次我请你去保护阵略 只是替山东的基民做些事 你一向都喜欢坐强扶弱 你为人仗义 这个忙你不可以不帮 大人 我为了要向江湖朋友 表明心职 表示我真的没有意识再做官 现在我再清楚地说一次 虽然今次 说是替山东基民做事 但是实际上 还是替官家做事 所以大人的好意 在下绝对不能接受 哈? 你 你真的不肯下山? 是 请大人输罪 那好吧 好吧 天白 好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好汉 都情愿苦手放山 不肯去创造事业 开闭前程 那 我都陪你一起在这里 过一世清闲的日子算了 就算你打死我 我都不走的 大人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为什么不可以 反正我都不可以回去福祉的了 不如索性就留在你那里 不可以的 大人是皇上派的阴差 怎么可以跟我这些绿林人物 一起住在山树的呢 大人 我不敢赶你走 不过明早一早 我就会送你下山的了 明早一早送我下山? 是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肯帮我 我明年我也不肯下山的了 除非你跟着我一起去 如果你就是要逼我下山 我就不死不休 那怎么可以的呢 以大人的身份 是一定要离开的 大人不可以长久留在山树的 我不理那么多了 天霸 我不是帮大人说话 说句公道说话 当初你为了正义 逼死两个结拜兄弟救了大人 但是今天你就忘记了正义 不肯去救山东的灾民 这是不对的 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你自己细心地想想吧 照天保哥你这么说 我要跟你们下山了 没错 你很应该去的 那 好吧 施大人 那我就跟你们下山了 你肯下山? 那真的好 那就好极了 不过我要带多一个人去 我有个手下叫王栋 这个人帮得手 那 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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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消息 有好极了 这次有宗大卖卖送上门 什么 大卖卖送上门 没错 哈哈 难道他们在外面 听到什么好消息 六哥 你都知道 祭南地方 年年失修了 如今还骂飢荒 我们想劫又没得劫 想抢 又没什么好地方好抢 山上的粮草 已经没有多少在 大家正在为这件事担心 是啊 那听到什么消息 快点说 是 如今有很多粮草 一船一船 运到来祭南 照这样看 他们一定知道我们没有粮草 所以特地送来给我们 哈哈哈哈 真的有这样的事 喂 你怎么查到的 这个消息是否正确 当然正确 如今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现在个个都在谈 真正确 哈哈哈哈 那是由边树运来的粮草 到底是什么人 那些是由各府官仓运来的 是皇帝的东西 什么 这么说 即是官粮 你的意思 即是想劫官粮 没错 六哥 你得官粮也好 文粮也好 我们要 就要抢 哎 官粮不同文粮 若果官粮被劫 官府必定会追究 而我们就是和官府作对 哎 六哥 我们做买卖的 根本就是犯法 一早已经和官府作对了 我们如今要抢的 就快要抢 如果不是山上没有粮草 就没办法了 大家会走的 嗯 那倒是 不过这件事我们都要从长计议 想清楚先 然后才可以动手 是的 我们都是和军师商量一下先 看看他的意思先 好啊 哎 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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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军师来了 方军师,请坐 我们山上梁小 如今查到有大批阵梁 混入济南,军师有什么妙计 可以抢到他回来 于大王,这件事谈何容易 以在下如见,不是那么容易得手 何以见得? 大王,我方某人做得你们的军师 当然什么事都会小心为你们打算 这件事我都查探过 负责这次山东镇梁的就是仓祥总督私传 那又怎样? 难道我们怕他吗? 不是,他的花名私不传 我们还不用怕他吗? 但是他很识用人 在他手下当中 实在有几个能征惯战的人 我们不容易应付 二大王,你又有何高见? 军师,照你这么说法 就是说我们两兄弟都不够他们打了 那就很难说了 这样说法 难道我们眼白白放过这些现成的粮食 我们不要躲在山上捱饿了吧? 没错了 平时我们抢劫的都是零零星星的客商 今天既然有一宗大买卖都不去做 江湖上的朋友会笑我们 会看不起我们两兄弟的了 没错了 大哥就说得对了 平日就可以说没有这么大宗买卖给我们做 但是今天这一宗这么大宗买卖送到上门 我们怎么可以不做 没错 放军师 这宗买卖我们一定要做 两位大王 不用这么急 我并不是说不去动手 我的意思是不可以轻定 因为他们不是手无串贴的商人 或者是一些平民百姓 那你们有没有查到他们有什么武能高手 是我们对付不了的 告诉你们 那个私不存 现在带了两个人 就是黄天霸和何天堡 还有六七个江湖上有些小名气的人民 两位大王就一人应付他们一个人 但是 其他的六七个江湖中人又怎么应付呢 如果就这样去劫粮 我们是很吃亏的 军师 你有什么办法就说出来吧 我们请你出来都是跟你商量这件事 没错 那按照军师的意见 我们应该怎么做 是呀 我想过 私不存运了这么多粮草 一定防范得很严密 所以我以为日间绝对不能够动手 对 那我们就在夜晚动手 还有 我们这一次 不可以就这样带齐人马去劫粮 为什么 这一次 一定要在动手之前 做些准备功夫 还有什么准备功夫啊 军师 听说过两天 他们就要发放赈粮给那些百姓的了 没错了 军师 这样说法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是呀 我说事前功夫并不是什么 不过就是要派人去附近的村庄 预备一些雷马牛车之旅的搬运工具 这样才可以去劫粮 如果不是 抢到粮了 难道大家背回来吗 嗯 是呀 是呀 如果不用车搬 我们没办法全部拿回来 军师 你这个意见非常之好 我早就吃这个地方 来 可以 現在經已播放完畢